Quote 喂喂喂 听说了吗 iPhone 15系列要涨价了 是的 你没听错 可能要掏更多银子了 据可靠消息 苹果要搞事情了 他们打算给iPhone 15 Pro系列增加一款Quote 非红色Quote 而iPhone 15和15 Plus则要来个Quote 轻绿色Quote 听起来很新颖吧 不过 这并不是全部 心机还要用磨砂玻璃材质 给你更高级的手感和视觉享受 让年轻人们更心动 当然了 性能方面也不能马虎 iPhone 15和15 Plus将搭载A16芯片 而iPhone 15 Pro系列更厉害 独享A17芯片 A17芯片可是优化能效的高手 续航和使用体验都会提升哦 至于iPhone 15 Pro Max 它会有一个超强的三摄系统 拍摄性能更出色 最后 充电口可能会换成Type-C接口 这样就能充得更快更方便了 但是 你知道吗 这一切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预计iPhone 15系列 可能要涨价 甚至顶配可能突破2万元 咱们要买吗 Quote Quote 别着急 我有个有趣的数据案例给你听 听说过一位小伙伴 他叫小明 小明每次都是第一时间买最新的iPhone 从iPhone 5一路买到了iPhone 14 可以说是苹果的超级粉丝了 但是 当他听说iPhone 15系列可能要涨价时 他开始犹豫了 他算了一笔账 发现如果涨价的话 他每年买新iPhone的钱 可以买一个全新的电动车 你说 是不是让人心疼啊 Quote Quote 不过 别灰心 小伙伴们 就算涨价了 苹果的魅力还是无法抵挡的 毕竟 它们一直以来都带给我们经验的设计 和强大的性能 而且 新的配色和磨砂玻璃材质 肯定能让你的手机成为街头的焦点 再加上A17芯片的加持 你的手机使用体验将更加流畅 所以 哪怕涨价了 也别忘了这一切的魅力啊 Quote Quote 好了 现在该你们了 你们准备购买iPhone15系列吗 是为了那个新潮的配色 还是为了那强大的性能 还是为了那炫酷的磨砂玻璃材质 或者 你们是坚定的苹果粉 无论涨价与否 都会买下它 赶快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吧 Quote